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家地质调查局表示 美西时间接连下午12点左右 北加州海岸发生了6.2级的地震 最远到旧金山地区都有震感 受灾最严重的红爆线救援人员正在评估损失 当地的警长洪萨尔说 已经发现建筑物的一些轻微损坏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正在积极监测 并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协调 以保护社区免受第二次地震的影响 根据地质调查局的说法 已经检测到了多次余震 但都比较小 预计不会出现海啸等自然灾害 加州巴斯基纳市的发言人 丽莎德德里安今天表示 周日下午3点多 当时一辆消防车撞到了 Glennart Street上的一个 Union 76加油站 结果导致建筑物的紧急阀门出现故障 建筑物的电力被切断 大约1300加轮的汽油泄漏 随后巴斯基纳的危险品销组 抵达了现场进行修理 洛杉矶的工程队也进行了维护 但挥之不去的汽油位在今天 依旧有所残留 因此市政府呼吁在附近的民众关好门窗 预计今晚气味就可以消散 而加油站已经从早晨开始重新营业 纽约市长白思豪今天表示 该市的Omicron变种病毒确诊案例 正在迅速的激增 预计会在几周内达到顶峰 他也表示这几周将会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公布的数据 过去的一周内 每日平均确诊数比一周前的3200例 增加了一倍多 达到了7200例病例 增幅达到127% 目前有接近80%的纽约市民 完成了至少一剂疫苗的接种 71%完全接种 白思豪表示 现在政府正在与私营部门合作 以解决药店或检测点内 试剂和短缺的问题 他也宣布 纽约市会在本周再增加23个额外的检测点 帮助民众更快速更方便的获得检测 英国近日的单日确诊数都接近10万左右 也多次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在经过半天的内阁会议之后 首相强声表示 尽管政府的科学顾问 希望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政策 但议会决定将不会限制接下来的假期活动 强声表示 考虑到风险和不确定性 我们会从现在开始 每小时审查一次数据 他强调如果审查的结果表明 疫情会对公众健康乃至国家医疗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会立刻采取行动 而就在昨天 内阁办公室的国务大臣霍里斯 也处于对强声防疫政策的不满而选择辞职 再加上此前唐宁街的派对事件以及脱欧之后萎靡的经济 知情人士透露强声正在失去党内的支持 议员埃伍德也在今天表示 强声必须尽快找出正确的坚定的方向 代理英国前进 否则人们会开始质疑国家的未来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前新闻